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要认知 认识和知道 这个世界上只要有善 它一定有恶 只要有恶的地方 它一定有善的地方 所以看人不要把别人看扁了 看恶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 你也要想到还是有好人的 你看到很多善的时候 你要想到不容易 还有很多主爱在我的面前 你不执着 你就慢慢境界 就会自信不动 就是佛法讲的如如不动 所以不是说在人间看见了 你说你的心完全不动 实际上你的心是往哪儿动 你到底是进入是非当中 还是你如如不动地在佛法的本性之中 如果你今天在本性当中 你就不会进入是非之中 我这么讲 那可能大家还不理解 师父举个例子 比方说两个人在吵架 你在边上你最清楚了 你最清楚这个人对还是那个人对 两个人吵得很厉害 你心中很明白 但是等到你实在憋不住了 你掺和进去了 你说你这个人你不对啊 你不能对女士这样的啊 你以为他对了 他不对了 那么实际上你就进入了另外一个境界 而这个境界就是是非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对别人不了解 我们就妄下定论 对这个人有点好感 可能我们就帮助他 包庇他 实际上这些都是因果呀 我们不懂 师父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有两个人在车上碰了一下 那个女士被他碰了很痛 但是这个女士一直在车上骂他 骂了时间长了 边上人会说 哎好了人家不想了 你骂什么了 到了最后呢 他这个女士被人家弄痛了 最后呢 人家道理的都到这个男士这里去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别人看到的只是一 没有看到其二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实际上任何事情来说 这件事情的发起 还是由碰撞开始的 这就是我们要全面的看问题 有的时候 你自己并不了解了世界的真相 就像我们很多人在世界上一辈子 我们做错了这么多事情 为什么会做错 人有时候不愿意做错事情 因为谁都不愿意做错事情 而这些事情 因为你看不透 你觉得是对的 你后面才做错 所以当你做错了之后 你以为自己是对的 这就是人的无名 所以我们一辈子做了以为对的事情 现在到了年纪大的时候 反过来看看 我们做错太多了 而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是做错的事情 我们现在反过来看看 我们是对了 所以佛教借讲 眼见亦非真 你眼睛看到的也并不是真的 就是家里有两个人吵架 爸爸妈妈如果吵架的话 不一定是爸爸对 也不一定是妈妈对 很多东西 但是孩子如果跟爸爸好 那就帮爸爸 觉得爸爸是对的 如果帮妈妈帮母亲 那么就觉得母亲是对的 这是人已经进入了是非当中 进入了一种偏见当中 而真正有智慧的人 能够懂得 眼睛看见的都不一定是真的 耳闻亦是假 你听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 就像我们到了今天 这个非常发达的社会 我们每一天看着这么多的新闻 有多少条是真的 有多少条是假的呢 有的都是说要批谣的 有的都是说不是真实的 但是我们当时看了 非常的气愤 或者非常的兴奋 然而在几个小时之后 慢慢就知道了 这个是真的消息 还是假的消息 所以要先懂得内心的 如如不动 不管听到好的消息和不好的消息 心中控制自己的心 不要去动 不要去以为这件事情好 或者这件事情不好 所以明白这些道理 心如流水常自在 你们看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水照样在流 你看我们在人间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我的心照样 如如不动地学佛念经 放生许愿 对众生好 能够帮到众生 这就是我们的心如流水常自在 因为心中有佛性的流淌 那我们不管碰到什么 外在的环境变化 我们都如如不动 所以云如翻滚 这个何必有 也就是说 你今天云成的翻滚 你看到的 但过一会儿它又没了 你今天的烦恼 是今天的 明天就没了 明天有新的烦恼出来 后天有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出来 这就是人活在人间 应该守住自己的清净之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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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